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三星的硬盘 这块盘要进行的操作也非常的明确 它就是斑板 本来斑板嘛也没少好看的 我也是受人所托 但是今天我想借着斑板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固件它本身不在主板上面 而是在这一个存储颗粒里面 当时对方在网上联系我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跟他讲的 硬盘如果是固件损坏 那就跟它这一个底板没有任何关系 可能是之前有一些网友看到了我的视频 通过更换这一个主板以后 成功把里面的资料提取出来了 长期以来可能就令对方产生了一些错觉 随后他就一步到位的想到 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更换主板来解决 这样是不对的 要分情况 一般主板断线或者进水腐蚀掉点一类的硬盘 通过更换这个主板 我打包票90% 换完主板以后是可以轻松点亮的 但如果它本身是固件坏了 你就算给它换一个主板或者换10个 那它的固件永远是坏的 道理我都说过 但对方还是希望我来给它更换一下主板 并且这个料板都已经给我带上了 在更换之前我们还是要按照常规的方式 给它做一下检测 也好让它走得体面一点 上电电流卡在0.43这里 我们短接看一下 短接上以后呢 这个电流是停留在0.368 证明它外围这一个供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短接也可以成功识别到这个1G的分区 证明它这个主控是没有毛病的 通过连接PC3000进行检测 可以看到这个电流是一直卡在0.57这里不会跳变的 而且这个状态灯都是一直长忙的状态 所以这一个盘百分之百是固件有问题 继续来检测一下它这一块料板 可以看到料板上级这一个分区是可以读出来的 为了能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这一次的移植手术 我决定给它们一起同步进行 这个是好盘的颗粒 再把这个坏的给拆下来 直接把这个坏的颗粒 干到这个好的料板上面 再把这个好的颗粒 干到这个坏盘的料板上 我们先来看这个好盘的颗粒 配上坏盘的主板是怎样的 分区可以直接识别 那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另一块 果然上机是没有任何反应吗 继续短接一下 上机直接识别出一个一G的分区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一个故障已经完美交换过来了 所以以后大家找我修盘的时候 就不要一上来 就让我直接更换这个料板了 我是真的想给大家省一点配件费的 还是得找到了它的故障点才能对症下药 假设是这种三星的硬盘遇到固件损坏 目前来说就是无药可救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凯兹哥 据说它是被压坏的 因为之前同行那边他自己也搬过板 依旧是无法识别 所以想让我再来尝试一遍 这边还带来了一块料板 也就是他当时自己更换过的那一块 但是他更换完以后依旧是无法识别 怀疑是这个主板不兼容导致的 或者是芯片底下有掉点 我给他的答复是可能是里面的晶圆被压坏了 也就是内伤 料板不用怀疑啊 他们除了主焊成的颜色不一样以外 兼容性肯定是没问题的 虽然第一次没有焊好的概率不高 但毕竟是同行 面子还是要给的嘛 所以这个盘我也没报价 当做是帮个小忙吧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这块料板 料板是没有毛病的 上机直接识别分区 我们先把这个坏盘上的颗粒拆下来 这看起来挺好的 主板和颗粒这边我看过 它掉的都是一些空点 低一点并没有掉 其实这个主板也就两种功能 第一种嘛就是供电 第二种嘛就是把这个颗粒上面的信号 传输到主板 我感觉这两个颗粒交换过来以后 故障也会跟着一起互换的 咱们先给这一个颗粒植一下球 这种一体式的硬盘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同生共死盘了 如果它是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损坏的 那它大多数时候就是固件层面的损坏 属于绝症的那一种 我们先把坏盘的颗粒 装到这块料板上面 料板上面有掉皮 并不是我刮掉的 它原本就是掉的 同时作为对比 待会我再把这个好的颗粒 也装回坏盘的主板上面 颗粒刚才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我们通电看一下 通电这边有电流 不过这一个状态灯是没有亮的 本来我还想测试一下这个好盘的颗粒 配上这个坏盘的料板 结果这个被压过的板子 它的供电也是坏的 好盘的底板配上这个坏盘的颗粒 上电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刚才是没有信号状态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几个PCIe信号输出有没有数值 测试前面这两组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0.8 第二个也接近0.8 第三个也是 第四个也差不多 应该是在正常的误差范围以内 数值都非常接近 证明这个主板与芯片上的信号 肯定是直通的 很显然它这个盘就是因为内伤导致的 换主板这种外科手术 对它是起不到治疗效果的 算是